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鼻蓝欢迎来到民众阵线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要说一下柯P的事了 因为柯P呢今天下午被这个带走了 这个政党可能他马上这个所谓的民众党可能也要土崩瓦解了 可能会直接被团灭掉就不存在这个政党了 这个其实也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在台湾只要所谓的第三政党都会被消灭掉 道理也非常简单 大家都上班的办公室政治大家都知道 一般性一个公司会分为好几个派系 但是呢一般性来讲就是分为两大派系 如果说你是第三大派系的一个小圈子的一员 或者说你说你们去斗吧 我就来领个工资我也不加入你们的派系 那么第一个被整顿的人 那就是你这个所谓的第三力量 或者说不选边站的这个人 因为你最薄弱嘛 你最薄弱那别人不就先来盖你吗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很多公司里面上班 你不得不选边站 你不得不去投靠啊 你的老板的这个阵营 如果你的老板跟对方是不对付的 你没得选 你只能选择你的老板 选择你的顶头上市这个派系 选择你自己相应部门的这个派系 或者就是说你自己在这里面要选一个方向 可能在国企 可能书籍一帮 董事长一帮 总经理一帮 可能副总一帮 这个你都得选啊 否则的话你在这个企业里面很难混的 对吧 所以说所谓的第三政党出现啊 公司是这样 你别你别说这政这个政党了啊 那你这个政党你弄了也也弄了这么多票了 对吧 在我看这个柯文哲 这次选举弄了多少多少多少张票啊 这个弄了是370万张票 26.5%的政党票 而且你还可能跟国民党联合起来 那民进党不干你干谁啊 肯定干你啊 对吧 而且我说过 啊 在上海的意思就是小气的意思 啊 就是很小气的 本身他们就是喜欢打的政党的名义啊 搂钞票 弄票 扣痞子啊 钱包啊 弄弄钱包啊 喜欢弄这个东西 啊 那数据实在话 一查你不是一个准吗 那当然科皮的事等一会说啊 我先说我的事 那么我们频道有没有懂这个写小说的网友啊 因为来往以前不是说过 我说我要写小说 我最近两个题材的小说 我要同时开开稿了 啊 一个是关于这个现代 这个啊 现代的这个谍战 中美冷战背景下这个谍战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中美军事对抗的这些东西 我过去做了这么多节目啊 有很多事情内幕我也比较清楚 我想把它写下来 但是呢 现在中华联盟共和国 这些平台对军事和现代军事和现代谍战的 这个封杀力度是很厉害的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平台啊 他妈的有些霸王条款 因为我是在这块我属于小白啊 我故事我是写的出来的 没问题 但是对这些东西 我老兵是比较小白的啊 所以有没有对写作比较了解的 而且对军事类题材怎么样去过审的这种网友比较了解的 啊 你在小红书上面找我啊 小红书名字叫来昂啊 这个talk啊 就是TALK 来昂TALK啊 你给我发私信啊 探讨一下这些事啊 或者说有看小说比较资深的网友啊 经常看小说 知道什么平台什么平台有什么尿性 和我这种平台 和我这种内容 应该是一开始投稿 还是我自己用YouTube上面 在我社区里面写啊 这样去连载啊 搞这个反响 然后再进行出版 这个故事是绝对精彩的啊 绝对是没问题 故事是绝对OK的啊 我问了一些人 我说我要是这个题材 很多人都说 我都已经开始脑补了 啊 因为现在网上 它确实没有 跟于现代的中美冷战背景下 这些题材 它是没有的 几乎很少 啊 这个东西也很敏感啊 所以应该怎么样去运作 啊 有懂的网友 在这里我打个广告啊 你给我联系联系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 能够帮到老兵的啊 是我自己去运营 还是说到哪边去投稿啊 怎么样去保护这个产权 好吧 这个我就先给大家问一问 好 我们接着来说科批这个事情 呃 今天呢是这样的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昨天29日才针对政治现金 假账风暴 以及动之4300万选举 补助款购置商办等 争议召开记者会 除了鞠躬道歉 也决定向党部请假三个月 主动自请调查 期望能够因此直写 没想到 被视为最致命的一拳 也就是精华沉岸 紧接着来袭 随着检方深压 禁见 沈庆金 应小威与助理吴顺明等相关人 获准后 一早柯文哲台北市的住家 和办公室也遭搜索 并约谈 从政治现金的假账事件 和拿选举补助款 去给自己添置商败来看 柯文哲除了被盖上 无能和贪男的印记之外 后续的危机处理 更是看不见一个国家领导人 应有的模样 对于一个自夸 像蒋经国那样的政党领袖 更凸显是无知和不自如 也就是柯P这个人 我很不喜欢他 我不喜欢他的原因很简单 柯P这个人长得没有能样 典型的一个呆娃的长相 就大家要知道 我们这个东南岛啊 最美丽的风景啊 大多数啊 我看他们那个面相 没有几个有能 能的那种样子 大家要知道 能的长相 你要有能样啊 那有你会说 有些人你形容他 会像一头猪啊 有些人你形容他 长得像猴啊 贼命书眼 有些人觉得 他怎么长得没个能样 像个魔像个鬼怪 按照六道轮回的话来讲 这些人可能都是 从畜生到来来的货色 有些人他那个贪嗔吃 这些东西比较的重 这些人可能从恶鬼道 或者从畜生到来的 恶鬼道和畜生到来的 在人间的投胎的这个体现 就是暴饮暴食贪婪 然后就是说 吃就沉迷于一些事情 比如沉迷于赌博 沉迷于色情 吸毒沉迷于 这种阴谋诡计 就是说这一类人 从恶鬼道 和他妈的这个畜生到来的 所以从他的长相上 他也能看出来 所以这种人 他是没有人一样的 那么看柯P这个调样 有可能他就逼 从恶鬼道过来的 所以这个逼也蛮贪的 所以我跟各位讲 始终跟各位讲 就向游行生 东南人啊 大部分都很坏的 东南人 东南人大部分都坏的很 你看他们 大多数人 那个长相 那个面相 就是那个眼 还有那个眼神 心就不善 他们天天说什么 自己信佛 信这 信那 勾狗屁 他们那两个眼睛啊 你去仔细看 就是老兵就喜欢 习惯性的 就是我 你跟我接触啊 我会一直盯着你眼睛看的 也不就是很自然的盯着你眼睛看 就是很习惯性的用眼睛注视别人的目光 因为我从这个眼神里面 你这个人的眼神里面 我可以判断出来 你这个人是个什么货色 你别的东西再去掩盖 啊 华丽的外衣啊 这个嘴巴里面讲的一些这种漂亮话 但是你眼睛里面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掩盖的 啊 一看你这个眼神就能判断出来 你这个人大概是怎么一回事 啊 对吧 啊 而且 所以说你看 柯P他那个样子 他那个眼睛像个老鼠一样的 而且那个面部没有人像 面积骨 这样像被刀砍的 这个人他没啥福气 啊 他没什么福气 所以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个被人欺负的一个样子 他就是说他长的就是被人欺负的那种样 而且呢 又自我感觉非常 就是他就是什么书生出身的 对吧 啊 当教授的 啊 你看看他整个那个那个模样 就是说反蓝反绿 反他起来就是反蓝反绿 那么中间选民 你们跟着我混 说白了 以前就有人干过这个事的 你说像那个那个宋楚瑜的清明党 不就是以前干这个事的吗 对吧 国民党里面分裂出来的所谓的新党 不也是干这个事 但新党一直以来都没有起家 但清明党有一阵时间 啊 这个宋楚瑜啊 经营的还是不错 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来大陆干嘛的 啊 胡锦涛也把他当做这个座上宾 当然现在这些年 你没听说过什么清明党来了 清明党也是被整得够呛 这个清明党也 也是被这个蓝绿 主要是蓝的打吉他 打得非常惨 啊 所以我就说了 一开始我就举了个例子 就是办公室政治 啊 你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 你也只会什么 你也会被灭得非常好 你看美国前几年还有什么 什么查党 啊 对吧 你说那个查党现在你还有听说过这个东西吗 啊 被民主党和民共和党都打击 人家都想要拉拢你 尤其是像现在啊 很多 要么极左 要么极右 他的这个选票 选民是势均力敌的 很多这些所谓的民主国家 啊 选票政治的这种国家 那个选都是以微弱的1%2%啊 1%2%来决出胜负的 那么你第三势力就显得很重要 那么大家都要来拉拢你 来拉拢拉拢你 你他妈的你你白白 你这个白色的 你跟着绿色去混 之前还谈判要什么 共同组组组组组组组统 克皮还装逼 还酷鼻子回老 回家里抱的母亲痛哭 以后什么妹妹 什么母亲啊 大老爷们没出息 说白了 我早就说过这个人 就是大老爷们没出息 典型的台人 本省人的那种 那种相巴的兮兮的那种特点 大老爷们 就大老爷们不像大老爷们 在那里哭的那样 一点都没有一个 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 该有的样子 你看中共这几个党 党亏 无论从习近平来讲 还是邓小平 还是江泽民 还是胡锦涛 还是毛泽东 都是挺有派头的 毛泽东留在那大包头 你看那个腔调 那多牛逼 邓小平个子不高 但是那整个人都显得很精神 很有派头 江泽民是很有派头的 奶油小生 上海小开兮兮的 对吧 谈笑风生 吹辣谈唱都会 对不对 胡锦涛也是比较阴沉 但是整体 这个人也是 符合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那种形象 一个知识分子 技术官僚的那种形象 那习总更别去说了 那更是很有派头 往那一站 那个腔调 习总身高也一米八二多了 一米八三还是八四 个子非常高 对吧 整个人都有那个派头在那边 但是你看台湾是这些 除了这个赖庆德稍微 我说过 除了赖庆德稍微有点能量 其他你看那个朱立伦也没能量的 朱立伦长的 长的就是一个他妈的 这个这个这个宦官的那种 像那个他妈陈宏兮兮的那种 就像那个 那个大命王朝1566里面 那个陈宏那种人 这这种搞他妈特务的 搞 然后他妈想上位的这种 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 那个眼睛那里非常阴险 对吧 那蔡英文更别 更别讲了 那跟个胖头鱼似的 对吧 那还谁 马英九 马英九点心一宦官 私立间长印太监 就那种感觉 啊 那你说 你说那个谁 韩国瑜 韩国瑜长得就像一种 一种动物的 那妈变过来的 啊 所以说整个他们这个 像柯批他 对吧 你 明明 在这种手上台湾的司法是很 很腐败的 台湾的司法是民进党说了算的 如果蓝的跟绿的打官司 那绝对是蓝的输 台湾的司法就这样 如果外国人跟跟台湾本地人打官司 外国人肯定输 如果说中国大陆跟台湾打官司 百分之百你大陆输 就像这个金门的这 这个死亡案件一样的 这这照道理 是不是你杀的 现在不去讲 你也属于是过过失杀人吧 对吧 你这个法律应该应该判的 对吧 或者说你至少说革职查办 什么都没有的 啊 这就是台湾的司法 啊 全都是由台湾的所谓精英分子 都是民进党的那些精英分子 啊 绿色的那些人控制的 把持的啊 那蔡英文什么 不都是律师出身的吗 啊 全都是这些律师在那里把持着 他懂法律啊 搞你 给你发 我要给你发律师函 给你发法院传票 吓唬你啊 让你惹上官司啊 整你 对吧 所以他这个地方 他想要去抓你 扣扣批的一些班头 非常简单 随随便便一抓你 而且柯皮长得那个贼眉书眼 那个样 这个呢 他肯定就是贪污 而且我说过 你怎么能够去 拿政治捐款 政治现金去做文章 你这个也太贪了吧 这个操作说法也太粗糙了吧 拿民众对你 对你政党的选举的经费的 这个捐赠 去干私人的事情 不过这柯皮 你也干得出来 我真是瞧不起你 这个就是典型的 典型的贪污 腐败 所以这样一搞 柯皮今天又被搞得很难看 直接被 被被这个 被这个带走 被检方带走 直接进行调查 这个很 这个场面是很难看的 而且他也是鞠躬道歉 那如果不是你贪的 那代表你对政党的管理 是有问题的 你这个党主席也没 也没得当了 你要霸占的这个位置 说请辞三个月 就大佬 就他这个人就干的事 就不是个大佬爷们干的事 大家懂吧 你这样的人 怎么去当台湾地区领导人 对吧 还把自己类比蒋经国 那蒋经国有你这个水平吗 咋这么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这个人 这个人大陆国财办 还特别喜欢这个人 跟这个人也搞不清楚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人被搞下去 我觉得挺好的 也断了境内的一些部门的一些念想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